因為四月柴山的地檔 蘇花公路已經中斷兩個月 華人的本舍無法送到台南好平手去燒 現在台方是為了本舍的問題 吃最老金 現在每天大概只有六十到七十噸 得運到企劃場價 理想狀態下 如果一天可以燒一百噸的話 那大概要兩年半到三年 才有辦法把八萬多噸燒 這兩塊的福利鄉路山本舍場也已經百 公司增加一個可以放三百噸的本舍場 來應付每個月差不多一百五十噸的本舍 不過還跟上華蓮北區的本舍 為了要修煩 相近要六年 花蓮整個每天產出的垃圾量大概一百七十公噸 除了中區區域那邊有一些適用掩埋的之外 需要做這個企劃爐協同處理的部分 大概將近一百五十公噸 所以其實企劃爐它每天的設計值是兩百公噸 那所以其實它每天只有五十公噸的餘餘量 可以來處理這個舊的垃圾 但是企劃場地在台上 昨年有替耀修順 經過危惑後 企劃爐在五月三十開市 進行穩轉 所謂說 因爲在當月大 讓道路常常放進去 沒有確定因素 讓花蓮本舍行為在一定時間內地歸零 協議沒有這麼簡單 記者綜合報道 介紹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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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